传說中呢 只要你在播放C118這個唱片的時候 鸚鵡只有三隻的話 他們如果集中在一個角落上同時跳舞的話 那樣子的話 好像就會 都出一隻鸚鵡才對 在哪裡呢 HELLO大家好我是宋悅 今天呢要繼續放開我們的生存日記 好 那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 教導我們的鸚鵡學會使用唱片機有沒有 那 其實我私底下還有去一趟叢林那邊砍一些樹 所以說 我在砍樹的過程中 各位還記得其實我一開始鸚鵡沒有這麼少吧 應該有七八隻的 可是有些好像沒有跟回來 然後我去叢林那邊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忽然就有一隻傳送過來了 那 那我就把他帶回來了 就是這隻有沒有 可愛 然後呢 之前有觀眾問我說 為什麼不要幫我們的小貓蓋一個貓窩 貓這種生物呢 就是要跟我們一起住的 怎麼 怎麼會 我怎麼可能會為他 多蓋一個貓窩呢 當然不行 我家就是貓窩 可是呢 我將貓搬進我家之後 我才發現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 我家真的太小了 超小 真的超小的有沒有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就事不宜遲 我想要來 擴大我的房子 也不是說擴大房子 我想要重新蓋動我的房子 有沒有 然後 這就是為什麼我私底下 會去收集建材的原因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帶各位看一下我 私底下收集了哪些物資喔 首先呢 就是 這裡吧 首先呢 就是這個箱子裡吧 主要是這三派的木頭 沒錯 我的建築主要是要用木頭做成 然後 再加上一些石頭 那這些就是我所有的 建材吧 差不多 那我們目前有建材 有了 墓地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決定地點 那地點的話 其實我不想要 將我的暗龍小屋打掉重做 所以說 我想要在其他地方喔 乾脆 乾脆在這個地方好了 這個雪地大平台有沒有 這附近 在這附近清出一個空地 然後蓋我們的 大陶宅好了 其實我也沒有蓋很大 就是我想要 至少比我們的暗龍小屋大一點吧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雖然說目前這邊凹凸不平的 不過 將這邊稍微整地之後 還是可以為我所用的 那 我是覺得這一片平地不錯啊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一片 感覺還不錯 那我們只要將這邊的土 稍微清一下 就可以蓋我們的暗龍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們只要再讓這邊的土 稍微清一下 就可以開始來蓋我們的 豪宅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就是 事不宜遲啦 先先清一下 OK 那目前清到這樣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有沒有 這樣子的空間 那接著我們就將這些 空地全部 稍微填補一下好了 這個 到底是 為什麼會有一些 坑洞洞的啊 嗯 嗯 OK 那我們目前 我把泥圖都填完了啊 那 空地應該是停到這樣 這裡私底下 我應該還會再停啊 不過目前先整數量的地就好 這樣子的一塊地應該OK了 那我們目前就是要把材料 給搬運過來啊 好的 那再給我看一下 目前我們的材料就是 這些啦 希望這些材料 夠我們改動豪宅出來啊 就是 我可能要平均分擔這三種材料 要用在哪裡 不然會不夠用啊 好的 那我們首先呢 一樣就是 先用 這個橡樹原木打底喔 好 那我們目前呢 這個就是我們房子的 大小 好像 也沒有多大對不對 不管啦 反正 蓋出來各位就知道了 我們要想辦法讓它變大一點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要將這些柱子延伸喔 我們要延伸到 很高很高 OK 那我們目前就是像這樣 一樓的部分已經填好了 接著呢 我們要填二樓的部分 一樣 一樣的格局 往上就對了 那我們像這樣 二樓的部分也完成了 有沒有 還不錯啊 我覺得我們 房子感覺還蠻大的啊 只是我之後會把它再 縮小一個 就是 每一個角落都給它 就是再縮一排 所以說 實際上會更小一點 希望 希望不會太奇怪吧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好不然沒關係 我們繼續 接著呢我們就繼續 拿 橡木材喔 等一下我這樣 這樣我不會 橡木材不夠啊 我怎麼一直要用橡木材 我天啊 那之前呢 我也有私立下 就是蓋過這樣子的房子啊 只是 那一個比較小 那這個應該會稍微 大一點點 吧 稍微修改過的 就是這個應該 我自己是覺得 蓋的還蠻滿意啊 那各位的話 就敬請期待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吧 就是 會不會在網內縮一個 那各位看到的 就會是像這樣子 呃 就是 好小喔 只有五格 五格寬而已 哈哈 我怎麼忽然覺得 又超小的啊 是我的問題嗎 會會會 OK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子我們的 房子就蓋好了 就是這樣子 房子的主體啊 不是就是完工啊 就是房子的主體 就是長這樣子 可以吧各位 各位 各位覺得還可以吧 我是覺得還不錯啊 各位呢 好啦 目前應該還看不出來 那我們接著呢 就是 呃 我們先 先弄外觀的部分好了 一樣就是 我們要在外面 就是加點裝飾 讓他變得比較 沒那麼單調好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 我們 就不會那麼單調吧 接著我們 屋頂的話 再用鞋的 哇 感覺就是超棒的 很棒很棒很棒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要比他 細部的裝飾了 我們先 先在這邊把開個門好了 這邊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山木材的門啊 因為感覺山木材的門 比較好看一點 像這樣有沒有 山木材的門 嘿嘿 喔 很棒 然後呢 我們再用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半磚 當底 讓他變得 好看一點 比如說 在這附近吧 給他加個這個 有沒有 墊腳石 這樣子就可以 方便的進出 有沒有 喔 那我們裡面這個 怎麼感覺空蕩蕩蕩 不行不行 接著我們就是要拿出 我們的畫木 分解掉 全部把它變成這個 畫木半磚 我要使用這些畫木半磚 當我們的地板 有沒有 就是 底下再挖掉一格 然後當成我們的地板 接著呢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畫木半磚 將這裡 呃 底部全部給鋪滿 然後記住記住 下面一定要留一個空間 這個絕對不是什麼偷工減料啊 我們只要有這些木裝 呃 五固地基 那我們下面其實可以讓他留一個空隙 沒關係 因為我們下面那個空隙呢 就是要讓他 比較涼爽舒適有沒有 冬暖夏涼 太棒了 就是 一個 調節氣溫的概念 所以說下面絕對不是扣風減料啊 我們就只是 這樣子會 比較涼快一點 走在路上都有風 有沒有 好的 那我們鋪完一樓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鋪二樓 那這一個層空間呢 就是我們的超猛二樓啊 有了這個二樓之後 不得了啦 一個房子 沒有二樓 那他就只是 只有一樓的房子而已啊各位 所以說房子一定要有超過二樓 如果只有一樓的房子 就是 不有趣 不能夠享受爬樓梯的快感 你們懂嗎 喔 太棒了 像這樣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我自己都沒想過會這麼棒啊 那外圍這個地方呢 我沒有打算要給他封屋頂 這個就是類似陽台的地方啊 陽台 我們有兩道陽台 然後包裹著我們的那個 建築主體 真的很棒 類似別墅的感覺 我們不是要蓋什麼透天錯 或什麼的 我們就是要蓋別墅啊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回方便行走有沒有 然後在這邊再開個門 這邊有沒有 開個門出來 就可以方便我們走來走去 等一下我這邊怎麼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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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等一下我這邊好像蓋錯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這層 我這層蓋太低了啦 這層要在上面一點啦 我怎麼會蓋在木棍 我 我常常我 因為我一開始不想把這一個填掉 然後我就把它放錯了 我應該要放在這一個 哇 又要拆掉重點 真的蓋完外面才發現裡面蓋錯你知道嗎 超煩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一樓變這麼矮 真的有點矮 好的 那我們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先喔 加我們的這個 新家喔 跟你們蓋的差不多了吧 那我稍微帶各位看一下我做哪些修飾好了 首先就是這個地方吧 我就是利用石板磚還有這些 呃 將我們這一個 洋台的部分 全部給他圍了出來 有沒有 真的 花了不少時間啦 最主要就是 將他整體部分給完成啦 那基本上 每一面都長得差不多 就是 這種感覺吧 那背面的話 各位應該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這一些 這一排 會是用這個 畫木階梯喔 我想要問一下各位就是 各位覺得 包括屋頂這邊也是啊 會覺得我是用橡木 像這樣這一排 橡木會比較好看還是 用這個很亮的畫木 會比較好啊 是不是感覺用畫木 感覺怪怪的啊 應該說地板就算啦 地... 我這邊怎麼弄啊 應該說地板的話就算啦 裡面的話 我覺得亮一點沒關係嘛 那 可是外面的話 感覺是不是 就是暗一點會比較... 比較好啊 像這些地板就算啦 可是 會不會屋頂的部分 用成橡樹 會比較好啊 各位覺得呢 啊 有啦 稍微換一下材質包看看好了 稍微換了一下材質包 哇 哇 真的 太扯了吧 為什麼換個材質包 可以插上這麼多啊 我的天啊 材質包這種東西就是 畫木和橡樹 它的顏色 變得比較接近 所以說這樣看起來還蠻大 甚至我覺得 把畫木這一排 換成畫木都會比較大 可是 從背面看的話就是 有沒有 一排很亮的 畫木 各位到底 哪個會比較好啊 那我會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放一個投票 那各位就跟我說 各位會比較喜歡 這種像素的 屋頂 還是 畫素的屋頂 好 那我們這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不要忘了按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是到粉絲上視訊我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